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UXT 今天是第七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页面 错误处理页面 是这样 可能咱们在操作 用户在操作咱们APP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一些系统的错误 那么如果出错的话 咱们该给用户如何的显示 比如说页面未找到404 咱们该怎么做 今天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知识点 好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知识点就一个 错误处理页面的使用方法 实战演习 怎么做 是这样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开发环境 现在是课件 对吧 这个是咱们工程目录 这个是我后台 已经运行起来的调试服务器 对吧 然后呢 右边 这个是咱们实际运行的网页的效果 如果我在这上面 随便敲一些个 随便敲一些个不存在的 从来啊 敲一些个不存在的路径的话 大家请看 会出现这么一个英文页面 这个对于咱们做系统设计来说 给用户看见这个 是很不友好的 对吧 如果咱们用户还不会英文的话 根本就看不懂咱们系统提供什么功能 对不对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今天呢 就来定制下这个页面 好不好 那咱们就试一试哦 咱们做 首先在layout下面 咱们生成一个叫做error.voe 好不好 它其实也是一个组件 咱们试试 在layout下面 咱们建一个error.voe 在这个组件里面 咱们可以写上错误页面的内容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对不起 出错了 可以吧 我考虑过来 然后这行 我先给屏蔽 为什么 因为咱们可以为这个错误页面指定一个布局 咱们一会来说 咱们看啊 咱们有这个内容的话 那咱们存下盘 然后再回到咱们的页面 一刷新 大家请看 出现的是 对不起 出错了 对吧 就不再是刚才那个英文的404了 对吧 咱们再随便说点别的 没问题 对不起 出错了 然后咱们再点击回首页 回哪都可以 对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当用户选择一个没有的时候 对不起 出错了 咱们成功的定制了错误处理页面 对吧 但是 有好的公司就是说 你的页头的部分 是你正常的页面的内容 你出错的部分 不应该要有咱们其他正常页面的页头部分 对吧 或者页角 或者左边蓝 右边蓝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定义一下错误页面的布局 不应该让它使用正常的业务逻辑的布局 对吧 也就是说 不能让它使用 default这个布局 咱们应该为咱们的错误页面定义一下自己的布局 我没说错吧 那咱们就做一做 咱们做往下看 咱们再定义一个Azure Layout Vue也放在layout下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试试 够 这样的话 咱们为咱们的错误页面定义布局 什么内容 其实这个也是标准的Vue的组件 完全的没有区别 拷贝过来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当然我布局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了 就是那么一个H1 写上错误页面 然后下面是内容的输出 好不好 这样的话 Azure页面就不再使用默认布局了 但是咱们只有这个错误布局是不行的 咱们在这地方应该做个设置 指定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layout 使用哪个布局 大家请看 我这叫做Azure下号线layout 就是这个组件 对吧 它们两个通过这行命令 关联上了 对吧 这时候咱们再回到浏览器 再出错 刷新的话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它的layout就变成了 咱们错误布局的layout 没错吧 这就达到了咱们实际要给用户显示的效果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做的内容了 咱们快速的定义出了错误处理页面 然后针对不同的情况 咱们还能采用不同的布局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知识点 推荐给大家 好不好 OK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也没有超时就到这里了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